今天我们来继续本单元语法部分的学习 我们先回忆一下上节课当中学到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我们了解了法语当中完整的八个主语人称代词 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每学一个动词 都需要掌握它的八个人称下的变位 那说到动词变位 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也了解到 所有的以ER结尾的动词 除了极少数的几个特例之外 它们都是属于第一组动词 它们的变位形式也都是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来复习一下 这次我们就选择habiter这个动词 因为它是我们本课需要重点掌握的 Hello,habiter的八个人称下的变位 大家在课后有没有自己再去巩固过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J'habite, tu habite, il habite, elle habite Nous habitons, vous habitez, ils habite, elles habite 我们的目标是变得越来越熟练 甚至能够达到张口就变这样的境界 当然啦,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也不需要着急 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的学习下去就可以了 那这是我们关于第一组动词的知识 大家也要记好它们的词尾 以后遇到er结尾的动词呢 就都可以毫无压力的自己去变一变啊 不过呢,我们这一课当中 还有两个需要用到的动词 它们并不是第一组的 而是第三组的 我们法语里这三组动词啊 第一第二组都是有规律的 偏偏就是这个第三组动词呢 会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把它们都叫做不规则动词 而在我们这一课的学习当中呢 就遇到了两个这样的不规则动词 它们的变位呢 就不像第一第二组这么的有规律 所以呢 是需要我们自己花些时间去记忆的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两个动词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gonet gonet 它所表达的意思是认识 知道 gonet 首先这个动词圆形的评写当中呢 只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这个字母一上面 是有一个小帽子的 这个小帽子我们可不能丢掉 它也是单词的一个部分 gonet 认识 知道 那么gonet 八个人称下的变位 分别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可以先看老师做一遍 je connais tu connais il connais elle gonnaet nousgonnaissons vousgonnaissé ilgonnaiss ellegonnaiss 再来一遍 je connais tugonnaiss ilgonnaiss ellegonnaiss nousgonnaissons vousgonnaissé ilgonnaiss ellegonnaiss 那接下来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 首先看左边的这一列 单数人称下的变位 其实呢 它们四个的发音都是一样的 大家发现了吗 je connais tu connais ilgonnaiss ellegonnaiss 发音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在拼写上面呢 je和dy后面的变位是以s结尾的 而e了l之后的变位呢 是以字母d结尾的 而且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 在je和dy后面的变位 字母一上的小帽子不见了 但是呢 在e了l后面的变位当中 它又出现了 这个细节也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到的 而在右边的这一列 附属人称的变位下呢 我们其实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来 一点点和第一组动词相似的地方呢 比如nu的变位后面 是以ons结尾的 v的变位后面呢 以ez的结尾 e了l的变位后面 以und结尾 所以啊 虽然我们把第三组动词 叫做不规则动词 但其实呢 它在变位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小的规律可循的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规律 更好的去进行记忆 那我们再整体的看一遍 go net和八个人称的变位 大家可以跟周围一起念 je connais tu connais il connais elle connais nous connaissons vous connaissait il connaiss elle connaiss 完整的来看呢 我们会发现 go net原型动词 e上面的小帽子 只在第三人称单数 e了l之后的变位上有所保留 在其他的六个人称后面呢 都是消失不见了的 这个细节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 好 在了解了go net和的变位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用它来造一些句子了 go net这个动词呢 表示认识 知道 它可以是知道某一件事物 比如 我知道法国 我知道这个国家 听说过的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说呢 je connais 法国 la france je connais la france 我知道法国 那 您知道摩洛哥吗 哎 这是一个问句 要怎么样来表达呢 嗯 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顺便学习一点 我们只要把一个陈述句的语调上扬 再在句尾加上问号呢 这个陈述句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疑问句了 比如说 您知道摩洛哥 我们如果用陈述句来表达呢 vous connaissez le Maroc 摩洛哥这个国家 它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le Maroc vous connaissez le Maroc 嗯 好那么 connaître呢 也可以用来表示认识某个人 比如他认识这个男孩 男孩这个词呢 我们在上一节课里面 讲到名字的异量性的时候 出现过一下 le Garçon le Garçon 那他认识这个男孩呢 elle connaît le Garçon elle connaît le Garçon 注意elle后面的变味 这个小帽子 不要忘记掉了 elle connaît le Garçon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另外一个动词 comprendre comprendre 懂得 明白 相当于英语里的 understand 在法律当中呢 叫做comprendre comprendre的变味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je comprend tu comprend il comprend elle comprend nous comprenons vous comprenez il compren elle compren 再来一遍 je comprend tu comprend il comprend elle comprend nous comprenons vous comprenez il compren elle compren 那我们也同样的 先来看左边的这一列 单数人称后面的变味 同样的 四个都是 comprend 发音上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je和du后面的变味 末尾是有一个s的 而il elle后面的 则没有 je comprend tu comprend il comprend elle comprend 而右边的这一列呢 词位和connaître的 也是一样的 nous comprenons vous comprenez il compren elle compren 尤其注意一下 复述的il elle后面的变味 原本comprend当中 on的笔话原因呢 因为双写了后面的n 而要被破解 所以是 il compren elle compren bon 这就是comprendre 懂得 明白这个动词的 变味形式了 那我们同样 来看几个例句 比如 女的她 她懂法语 elle compren le français elle compren le français 非常简单了 那 您懂德语吗 vous comprenez l'allemand 也是 句位 语调上声 把它变成一个 疑问句 vous comprenez l'allemand 好 下面的一个呢 可能会稍微难一点 他们不懂中文 这是一个否定句 那我们要如何来表达呢 还记得我们说过 法语里的否定句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用ne pa 这个短语 来加注 要否定的这个动词 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懂中文呢 是 il comprenne le chinois 那他们不懂中文呢 il ne comprenne pas le chinois il ne comprenne pas le chinois 一起来 做个小练习吧 好 在掌握了前面的那两个动词的变位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针对法语当中的否定短语 ne pas 做一个小练习 好 我们可以看课件上的这幅图 我要问大家 qui est 这是谁呢 嗯 大家应该会非常熟练的回答我 c 等等 这是丁丁力剪记的主角 等等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等等对于自己的一番介绍 里面就会用到我们之前学到的一些句式了 我们一起来看等等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 je suis等等 我是丁丁 je suis journaliste 我是一名记者 je suis belge 我是比利时人 je parle français 我说法语 je habite à Bruxelles 我住在布鲁塞尔 je connais Gapitaine Adok 我认识阿道克船长 Gapitaine Adok也是丁丁力剪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了 阿道克船长 这些句子我们应该都认识 对不对 所以在今天的课后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参照这一段简单的自我介绍 来说一说关于自己的一些情况 好 那么这一段关于丁丁的介绍呢 现在我要让大家把它们都改成否定句 大家可以一句一句的自己来试试看 比如 je suis等等 改成否定的形式应该是 je ne suis pas等等 je ne suis pas等等 把ne pas放在位语动词水的两边 je ne suis pas等等 好 那后面的几句话呢 大家也可以自己来练一练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把这段话改成否定是怎么样的呢 je ne suis pas等等 je ne suis pas journalist je ne suis pas belge je ne parle pas français je n'habite pas à Bruxelles 这一句尤其需要注意一下 ne pas当中的ne 也是需要和后面原音打头的词进行声音的 所以这一句呢 可能是有一些同学会出问题的 je n'habite pas à Bruxelles 最后一句 je ne connais pas Capitaine Adoc je ne connais pas Capitaine Adoc 好 经过这样的练习 我们法语当中否定端语ne pas的使用 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吧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